基本上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國內並沒有核准 這樣的人體試驗 也沒有醫院在進行這樣的人體試驗 早上那個 這位網紅有提到的醫院 醫學中心也已經出面來澄清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這個網紅所提到的訊息 有涉及到這個醫療廣告 或者是醫療業務招攬的話 才會有相關一些處罰的規定 可以來使用 不過目前來講 就是大概是比較是 誇大這些訊息 也許有他本身的一些 媒體效果需要來做 不過暫時來講 我們會觀察整個事件 後續的一個發展 醫師師這邊會再來做處理